伊朗士兵巡逻霍尔木兹海峡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 对于伊朗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面对当前美国多艘航母编队 封锁波斯湾边临城下的危机重重时刻 伊朗已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 意图已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阻断五个海湾国家石油的出口通道 来做一个鱼死网破的搏杀 而一款以霍尔木兹来命名的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想见霍尔木兹对于伊朗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伊朗官方透露 该款导弹使用固体燃料 射程为300千米 导弹设计初期 是采用垂直的弓顶模式 来打击海上小型静止目标 但是在早前实验的报道中 伊方强调了霍尔木兹改进版 现在已经可以有效打击海上移动目标 表明该系列导弹具有更高的弹道机动性 是一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 霍尔木兹反舰弹道导弹 以霍尔木兹反舰弹道导弹 来封锁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 犹如以一把短小精汉的匕首抵住人的咽喉 杀人于咽喉上筑刀 一泼四肢 然而 不管是霍尔木兹 波斯湾 还是征服者系列短程导弹的 有效射程仅为300千米 以此按机板件导弹体系 来对付波斯湾地区的美国航母编队 杀伤力是极其有限的 反观以下中国产的东风21弹道导弹代号 DF-21 这是中国火箭军装备的第二代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 东风21弹道导弹的前身 是中国在巨浪负一弹道导弹的基础上 继续引发而来 是中国弹道导弹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异军式装备 其中两极固体发动机的关键核心技术 采用巨钉2C复合推进剂和低合金高强度高翘体 东风21弹道导弹 东风21弹道导弹 现在已成为解放军装备序列中线程序度最高的武器之一 东风21C 通过加装多种弹头诱饵 使反导系统难以拦截 随后科研部门重新为解放军提供了一种效率较高的 为对抗美军航母战斗群量身打造的反航母型号 因而东风21系列导弹 堪称解放军中先进武器的佼佼者 东风21弹道导弹 能够攻击覆盖 位于中国沿海外2000先米处的侵略企图航母 舰艇 并有可能迫使侵略姿态的航母战斗群 不敢靠近这一死亡海域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东风21型号导弹 是不折不扣对付航母编队的航母杀手 东风21DC计图 但是伊朗如何才能从唯一可能的陆路通道得到这款大杀气 伊朗与巴铁在现时和如今都有助被某大国欺凌制裁的苦难历史 和伊朗一样 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也正在不断恶化 双方有助共同的敌人 两国只有同仇敌忾 共同携手建立共同支援的统一防线 才能击败入侵者迎来胜利的曙光 如此伊朗借到巴铁建立一个类似胡志明小道的宝贵战略物资运输通道就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根据最新报道 伊朗于日前向波斯湾海域演习 发射了一枚新式导弹 该导弹空中飞行了数百公里之后 落入了波斯湾海域 军事专家观察到该导弹在末端飞行阶段 有助较为清晰的机动动作 这表明该导弹在打击大型水面舰艇时 已经增强突破反导拦截的能力 一次霍尔木兹系列反舰弹道导弹的最新升级版本 但伊朗能否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让该导弹有了突飞猛进的改进 还究竟是东风-21D在波斯湾为伊朗驱离入侵者 扮演助神助攻的角色 让我们广大居民朋友们翘首以待吧 江上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